原来能够帮助我们 预防MERS的救命草 就是鱼心草 这个是我们的 介绍一下鱼心草 因为现在刚刚好正在 就是正在生长最旺盛的季节 到处可能我们都可以看到 有时候在屋角 墙角都可以看到 可是你要是到山上 比较潮湿的地方 有时候它就整片 它开的是白色的花 一般我们在家里 大概都会把它晒干了以后 譬如说我们把它晒干了以后 这个就比较好保存 那它随时其实就可以用来泡茶 那也可以煮汤 对 那现在MERS正流行 那你怎么泡茶呢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MERS是一个轮状病毒 那其实在早期的 在2003年的时候 我们在SARS正在流行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 国科会有个大型计划 就是会去从中草药里面 去找寻对于SARS的 那个COROROVIRUS 对对对 会有抑制的 所以当时我们找到其中一个 蛮有效的其中的一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鱼心草 那这个鱼心草呢 它叫做救命草 大家知道是在 是在广岛事件的时候 河豹事件的时候 那你们知道 距离那个河豹的越近的 其实大部分都死亡 那有在很近的 差不多700公尺的 大概有11户人家 其实这些人 他们没有死亡 为什么 他们天天就喝这个草 对 他们天天就是喝这个草 所以日本把它叫做救命草 那我们在家里要怎么用 我们就非常的简单 你晒干了 那只要跟枸杞一起去泡 那因为枸杞里面 它就是有甜菜籽的成分 对对对 然后它同时又清干又明目 那你们知道就是说 其实这一次的MERS 它只要一发烧 五分钟就会传染 而且现在真的是 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增加 包括欧洲的病例也出来 所以这个当然不是说治疗 不过这个在预防上面 尤其现在韩国离我们很近 对 而且现在你看又这么热 连烤又到了 大家都不知道要吃什么 而且像饮食 很多饮料你们都不敢喝了 对不对 根本不敢喝 越喝越照热 对对 所以其实你可以喝这个 我们山上非常 因为我们现在采的都是自然农法 非常天然的 所以很简单 你就把干燥的鱼心草10克 加枸杞子 然后水4到6杯 对 枸杞子你大概30克一把 对 30克就好了 把它放到电锅里面 外锅加一杯水 对 煮至这个跳起来其实很快 如果说你没有那个时间 其实用冲泡的也是非常的容易 刚才是只有冲泡 冲泡的 对 蛮香的 也蛮香的 蛮好喝的 蛮好喝的 我小时候都常喝的 真的吗 为什么 因为我祖母他其实他们 客家人其实叫这个草叫叫点咪 叫狗贴蛾 那个小时候我们如果说 譬如说夏天到天气太热了 有时候我们会中暑 那个阿嬷就会煮一锅让我们吃 让我们喝 就当水喝 那我们也很习惯喝它了 对 因为它是抗病毒 还有对于细菌 抗菌 它都非常好抗氧化 有解热吗 有 它有解热 那特别 大家知道最近除了MERS 大家都很怀疑之外 现在的流行感冒 正在流行 全部都是属于呼吸道的 所以吃这个最好 可是小孩子你就要喝这个 其实最简单的 你就把它加点黄芪 加点红枣 然后一样的 就是一下去就放在电锅里面 鸡肉一吨 那这个鸡汤呢 小孩子都很喜欢喝 味道很香 把它吞鸡汤来喝 对 那你是用湿的还是用干的 其实你可以用湿的 也可以用干的 都没有问题 对 量也不限 量我们大概应该 就是像这个的话 我们就是10克 然后30克 大概半只鸡 然后它就可以当这个汤喝 对小孩子来讲就 因为现在暑假了 可能要补一下 然后又要 因为身材比较热 对 因为它虽然是 但是我们有黄芪 它会吞噬细菌 然后增加这个抵抗力免疫力 那我们的小孩子在暑假 真的能够补一个 又那个 然后又红枣又 红枣又补血 其实它又补血 而且它会增加 Psycho AMP 对于这个免疫力 也是会提升 对 如何提高 你的白雪球的吞噬能力的话 又可以杀菌 唯一一个鱼心草 是比较有双向调节的作用 是 所以你觉得鱼心草真的是很棒的